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臣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虽然在这里面有介绍说 我自己酿的酒粮 如何酿酒粮 还有小米酒 然后也聊过说 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 这个中国文人的七件事 琴棋书画诗酒花 中间有个酒还有茶 我讲茶的时候也讲过 我说这个酒跟茶都是一种情趣饮品 所谓情趣饮品都要适可而止 适量就好 我喜欢喝茶 但是我不会猛喝猛喝的 喝个几小时我不会这样 我就是酒过三巡了四 茶不会超过大概十回 泡好之后大概冲个三四泡就OK了 基本茶味已经没了 再来就是要品不同的茶 就这样而已 所以那也不会品太多 因为品太多的时候味觉就砸了 再来就是你要跟人家献饱的话 一定是好茶 好茶量不多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聊的是酒 那古人认为说 谁能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这个人发明了酒 是造酒业的祖师爷 所以叫杜康 信杜名康的人 所以酒也叫杜康也是酒的代名词 但今天我要讲的酒能助性也能乱性 那我曾经写过很多这种文章 我说酒后吐真言 这都是假的 为什么 有人讲酒后之后神经放松之后 就会吐出你的心底下的话 就像那个心理医生里面跟你精神分析一样 要先把你松懈 让你进入催眠状态 那酒难道是催眠吗 其实 那个我说酒后吐真言 只有三国演义里面 那个蒋干道书那一出 那就是他相信酒后吐了真言 其实放屁 真正的会喝酒的人 他不会在酒后不会乱性的 所以很多老板在应征员工 应征干部的时候 不是应征干部 就是要判交付重要任务给干部的时候 都会请他吃饭喝酒 吃饭其实是一个过 是一个过场 主要是喝酒 看你喝酒量如何 再来看你喝完酒之后 你这个酒后会不会失态失言 这个才是看看你的品性 所谓的酒品 但中国大陆发明了几个名词 这个小犬特别喜欢讲 喝高了喝大了 喝高了喝大了就是喝过量了 什么还有大陆还有什么 感情好一口闷 感情擦明明嘴等等的 很多这种喝酒的名堂 那我在中国大陆工作 北上广深地方我都蹲点过 所以跟大陆的饮酒文化我很熟悉 台湾的饮酒文化我也很熟悉 因为工商业界 实际上我对喝酒这个东西 喝酒跟喝茶都要找适当的伴侣 司法履地样样不缺才行 所谓的这些 比如说你喝茶吧 如果对方不懂茶的话 那牛饮咕噜咕噜的饮下去 那你觉得真的是乌龟吃大妹 太浪费了 喝酒也是一样 喝酒就是能够礼白抖酒十百片 如果跟你喝酒的人都是亲面疗牙的 那也不要喝了 满口脏话也不要 我也不化全 因为化全这没意义 行酒这行令 要喝的杯盘狼藉 或者醉的不省人士 这些都是危险的 限自己于危险状态 甚至于还会陷别人于危险状态 今天就是要警告大家喝酒 喝酒造势的事情 那刚刚讲的时候 我在喝酒的时候 找的酒友就是那几个 所以我不会找一个陌生的人 因为陌生人你不知道他底细 所以那要酒过山云 他才能够陷出来他的宝贝的话 那也太累了 太久了 像以我来讲 我的YouTube天天在放送 你要了解我有什么玩意儿的话 你看我的影片你就知道了 你不用说 今天在酒桌上你才认识我 你早就可以认识我 你看我影片你就认识 你如果没有认识的话 就表示我们俩频率不对 频率不对 我们俩做同桌喝酒 喝什么酒 有什么意义 我难道还欠这一餐饭吗 所以那种 那个不是会无好会 来今天讲的喝酒务事的事情 我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每个月都要进出海峡两岸 因此你只要出国 你就可以去买免税的酒 然后进来也可以买 那我出境的时候 我买的酒是送给大陆干部的 这就是送礼文化 少部分我放到那边 放到我的柜子上面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需要招待什么人的时候 高棚好友来的时候 喝一下这个东西 主要都是送给相关的官员 这是应酬嘛 那同样的我回国的时候 又进来的时候 从那边出海关的时候 可以买免税商品 酒类是 烟酒是最多的 那时候我也抽烟 现在不抽了 20多年前就不抽了 他现在快要30年 然后进来的时候 你又可以买免税烟酒 那你拿回来的时候 当然就是 这边就没有什么干部 什么人需要你来贿赂 或者是打通关节的 就是家人庆祝嘛 所以我都 家人聚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喝酒 喝酒聊天 因为都大家很熟嘛 所以熟不居理 也不会喝了酒以后乱性 或者是失言或者失行 什么都不会 都不会失态 没有这些顾虑 所以可以放松大家来喝 但是我喝酒的原则也就是这样 就是喝了 孔子说喝酒这东西 唯酒无量不及乱 他这个强调说 喝酒没有 没有所谓的上限下限的 你喝 你能喝 能喝 能喝 能喝这个 能喝一斤 喝二两 没那回事 就是你能喝多少 就喝多少 但是就不能够 让你喝完酒之后 口不择言 或者胡言乱语 乃至于做了这个 违法的事情 这个孔子说已经讲过 唯酒无量不及乱 我每次在喝酒的时候 跟我的 酒友们 我都会先开宗明义讲这句话 酒可以尽量喝 但是话不能乱说 行为也不能太猥亵 不能过分猥亵 因此 有了这样的酒令之后 大家就 就之所收敛 不行了 就停止 就这么简单 那今天讲三个例子 就最近发生的三个例子 都是跟酒有关的 第一件事情 河北唐山烧烤店的那件 打人事件 九个男的打三个女的 这个事情 女方其实有四个人了 但三个人被打 暴打 这件事情已经闹得 全世界都知道了 沸沸扬扬的 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然后现在中共高层 公安部直接涉入 直接涉入这件 直接侦办这件案子 所以大家都希望说 那九个人统统拖出去枪毙最好 人人节约可杀 他们为什么呢 喝高了喝大了嘛 那他们喝高了喝大了是他的常态 因为他喜欢鱼肉相鸣 再来就是他们跟警匪勾结 他们就是匪 他们是匪 但他们可能也是警 所以拉垮了一些 至少他们那个地方的公安局副局长也被拉下来 除了这个之外 民警还拉下来一大堆人了 通通都拉下来最好 因为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黑恶势力来侦办 最后把这个定调高 用重罚 最好是枪毙了 因为这种人少一个地球就干净一点 你看看所有媒体都是大声打罚 全世界人都大声打罚 有人想说中国大陆是一个危险地区 今天太危险了 随时都会发生这种暴力事件 这是第一宗 现在还正在火热当中 再讲第二宗 唐山事件才发生了没两天 台湾有一个公寓的一个住户 他太太还怀孕 两个人从外面 她喝了酒回来之后 她太太扶着她 她太太怀孕 身怀六甲 把她扶回来之后 结果那个警卫 就他们大楼的警卫 就上前就跟她讲说 你太太怀孕 你这样子不太好 然后就扶着她 扶着她 这个人喝了酒之后 就靠着那个酒来 撞了胆子 然后就一直推壤这个保全 推壤之后还一直用大声的骂她 把三字经骂她 这些都是侮辱罪 然后再来就是推壤她之后 其实这已经侵犯到人身的安全了 在那个公寓的那个loby 大厅里面这样 他老婆在那边拉她 这个警卫穿着制服 在执行当中 被人家这样子侮辱 而且推到桌子上怎么样 简单讲就是看她 瞧不起她 结果这个警卫忍无可忍之余 拿了一根铁管 狠狠地把这人打了一顿 我觉得这个镜头 这个画面 虽然是很残暴 但是我觉得我给她鼓掌 该打该死的东西 最好是再继续打 打到她昏厥 结果这个罪汉 就一直躲 一直躲 最后 这个画面完了之后 因为这有监视器录影带为证 于是乎 这个被打的王八蛋 就告那个警卫 结果后来判刑了 那个人被判了不知道四个月 还是怎么样 得一颗扒金吧 但是我认为那是正当防卫 因为这个人 这个被打的人 事后他找了他那个 真正在那个江湖里面混的人 跑到那边去闹场 有那个那边管委会的人 请警察来处理过 所以那个被打的人 因为他仗势自己是一个黑恶势力嘛 那警卫他是从外面请来的 他不是这边的地头蛇 所以他好 强龙不斗地头蛇 所以他的处置是正确的 而且他在那天上班是最后一天 打完 打完就走人 也是都完全正确 这是该打 然后再来就是 昨天还是前天 在台湾台南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个宪兵的那个下士 身体很强壮的一个年轻人 喝醉酒之后 在路上随机找了一个女生 骑脚踏车的女生 路过的女生 直接用悬踢他的头 那那个媒体上说是他用飞踢 实际上那就是悬踢了 一看就知道他的身手 他练过跆拳道嘛 才会能够 脚能够踢那么高嘛 而且会直接踢那个女的头 那女的骑个脚踏车 那个高度就是上段攻击嘛 他一脚就踢那个 把那女的踢倒在地下之后 还继续打 那路人都不敢去拉 因为那个人身体强壮 最后只能报警 那这个人想走 结果因为路人跟着他一起走 就是你不敢去抓他 也不敢跟他对抗的话 就是不让他逃脱 最后警察来着把这人逮捕 逮捕之后 军方立刻就宣布 这个就是列入太除名单 那他...